日本宣布在两年后要把核废水排入海洋 邻近的国家像是韩国跟中国都表态严正的抗议 而我们台湾方面呢 总统府跟行政院则是向日方表达了高度关切 已经由袁能会表态反对 被指一是层级太低 在野党炮轰是逢日必软 而另外一方面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资料 点名像是韩国还有台湾的核三厂 也都有把核废水排入海中 当中所含的辐射量 还比日本的规范还要高 相关的官方的回应 态度过于软弱 国民党中央记者会延伸谴责政府 对于日本将排放核废水入海 从总统府到行政院都只有表达高度关切 却把表达反对的工作 推给行政院狭下的袁能会一肩扛起 尚从总统府到行政院 通通都不敢在这件事情上 大声的说出抗议 你都通通推给这个袁能会 说袁能会有表达反对 这样就好了 这样的一个作为过于软弱 日本周边国家如韩国 中国都对日本政府的决定提出严正抗议 反观府院的不作为 让在野党痛批 说政府根本是逢日必软 我们呼吁谢长廷啊 当然外界都说你长得像小夫 我们呼吁谢长廷代表你应该要像多拉A梦一样保护大雄 而不是像小夫一样来帮助寄安来欺负大雄啊 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 两年后将排入海中含川的核废水 辐射量以每年22兆贝克为限 日方更进一步点名 像是韩国最主要的月城核电厂 在2016年就排放了136兆贝克的辐射量入海 台湾的核散厂也被点名 在2002年排放入海的辐射量达到62兆贝克 台湾跟韩国的排放量都比日本规范的数值还要高 台日友好以上是民进党政府因以为傲的外交成绩 如今碰上核废水议题 政府是否硬起来各界拭目以待 记者林轩就哄个财 特别报道